徐盈生1938年出生于上海 素有拼弹之多心之称 21岁第一次随国家队出征 参加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第26、27、28届世拼赛 徐盈生作为主力队员 与队友携手实现男团三连冠 他在第26届世拼赛团体决赛中 联扣日本名将信也展弥12大阪得分 成为流传至今的经典对决 退役后他转任国家队教练 并率队参加世界大赛 曾见证推动中美关系破冰的乒乓外交 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之际 国际聘连终身名誉主席徐盈生 在接受采访时回忆到 50年前乒乓外交看起来好像是偶然的 但庄泽洞和柯恩当年在日本 那辆大巴上的不期而遇 着实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美国应该上来 上来的 说老实话 我没有感觉到这么一个老外上来 上来就上来了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张泽洞 那么他是三届四届冠军了 他对人们也比较热情 他就感觉到人家上来了以后 孤零零一个人也不理他 好像也不太热情 一笔画画张泽洞拿了这个北京的这个 资金送给他 张泽洞是在 核实的时间 核实的地点 做了一件核实的事情 徐银生记得很清楚 中美两国乒乓球运动员友好交流的新闻一经报道 迅速占据各大媒体头条 中美乒乓外交的序幕由此拉开 徐银生表示 中美乒乓球比赛不仅仅是为了夺锦标 更重要的是寻求和平 寻求友谊 有那么的感受 我们不仅仅是去打比赛 但是真正体会到 打乒乓球还能够为 促进人类的和平 有一滴比赛 能够做一点微波的贡献 还是从乒乓外交开始 所以这个时候就感觉到 我们搞乒乓球 真的体会到不仅仅是 去拿几个冠军 这个不是乒乓球的全部 更多的东西 在徐银生看来 乒乓外交的意义在于为恢复民间交往 打开了一扇窗户 作为一个平台 促进了两个国家间的交往 甚至带动世界格局的一系列变化 此后一年时间里 中国与日本 英国 联邦德国等二十多个国家 建立或恢复了大市级外交关系 中国也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都是积累起来的 比如说我们这次乒乓球搞活动 然后这下子马上又得 不是这样的 民间作为出动 大家都要珍惜 50年以前的成果 我们民间就保持 一定的数量 一定的民间活动 到了一定的时候 或者有一个平台 或者有一个什么机会 很可能会吹动 采访结束后 徐云生给记者们送上了签名版的新书 我的乒乓生涯 并说 感谢大家关注乒乓球和乒乓外交 做好一件事情不容易 但做坏一点点就完了 感谢大家关注的